大家好 我是跟风超人Followingman 我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 也是一个有手有脚的人 说实话 我是一个代购 专门帮别人代购快乐 你可以叫我呱呱 也可以叫我皮皮 但是你最好不要叫我刮皮 然后我的梦想 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 是时候表演 真正的技术了 扫 跟风超人 跟风小超人 跟风超人 有一个跟风超人 他就是从头包到尾嘛 就本来以为 他是来演那个超级变变变的 带了一个那个电视机很酷 有一次打游戏的时候 我被中路对面中路杀爆了 然后心态巨爆炸 说实话当时我特别想盘他 然后反正就是被 一直从头虐到尾 然后我就写了这么一首很膨胀的歌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对对对 这首歌想给听的人表达的一个态度就是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一定要打败他 哈哈哈哈 跟我一起横扫千军你准备好了没 哈哈哈哈 这是你的表演吗 是 是的 是的 哦这个人不是跟风超人 对 跟风超人在那个店里 啊这是你助手 对的对的 跟风超人的 主题 他的展示的方法是最新鲜的我可以说 最让我难忘的衣服搭配跟主题 跟整个故事 我是给满分的 请问你主角是谁啊 你好你好小队长 呃在哪里啊 我不在电视里 呃这个玩笑要开多久 我没有开玩笑 我现在在我的快乐星球跟你视频呢 所以你不在地球 信号还可以吗 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哈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真实的 对这些 噱头我们这边 没办法接受 下次见 好拜拜 小队长 拜拜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没听过这个歌 就是有有在玩那个通讯 就是玩手机 有在上网的人应该都听过这个 很洗脑的歌 对 但是对我来说他不是歌 他不是歌 他不是歌 他是一种娱乐性质比较高的一个创作 不是用来 作为欣赏用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说好 恰不恰当 但是这是我的感觉 邵队长的点评 他说的很对 我都很认可 在音乐这个国度里面 没有好与坏 没有对与错 只有喜欢和不喜欢 自己尽全力就好了 反正 就问心无愧吧 我实在开启 我只是朋友 确意思 是